哈喽宝宝们,咱们又见面了,俗话说没有人能永远18岁,但这句话好像在娱乐圈不怎么试用,娱乐圈明星大多像动灵了一样,很少能从他们身上看到岁月的痕迹,这主要得益于明星大多很自律,又用了很多保养品,他能够让自己看起来没有老得那么快,大家都是靠保养来动灵。 谭松韵却不一样,他天生一副娃娃脸,虽然已经31岁,但看起来仍然像一个18岁的小姑娘,在理想照耀中国的单元剧中,谭松韵得以饰演红船保卫者王慧悟,算是过了一把严肃认真的影,在剧集选角时,就有人对拥有娃娃脸的谭松韵提出了质疑,认为常年以活泼可爱的形象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谭松韵,撑不起王慧悟这样严肃谨慎的角色。 以前就有周迅饰演的版本,近期又有妮妮王晓晨饰演的版本,即相比较谭松韵确实稍显稚嫩,所谓成眼娃娃脸,败也娃娃脸,人们拿来王慧悟的先生照片,一看,原来人家郑主也是为娃娃脸。 要是照着其形象上的还原度,谭松韵反而可能更胜一筹。 随着电视剧开始播出,网友却表示真相了,谭松韵版的王慧悟,温柔刚毅,行止得体大方,眼神中饱含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。 粉碎了大多数观众的质疑,这个眼神坚定,优雅之性的女士,真的是那个活跃在青春剧中的谭松韵吗? 不少网友被谭松韵的演技震撼到纷纷夸奖,网友们也突然发现,这个笑起来甜甜的谭松韵,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女孩了,她的眼神里多了坚定与成熟。 而就和谭松韵自身的经历分不开,谭松韵出生于四川的一个普通家庭,11岁时,她就离开爸妈到千里之外的成都住校,学武。 舞蹈学校多是成都有钱人家的学生,相比之下,谭松韵就是乡下孩子,没少被挤对。 有一次,她不小心弄脏社友的毛衣,女孩非常生气。 谭松韵连忙道歉,并帮社友把衣服洗了,淡量衣服。 无疑间水又溅到了那个女生的周记本上,她一看完了,连忙巨功道歉,心忙手慌地替女孩重敲了周记。 在外住校,想家都没哭,那天她拨通了妈妈的电话,就哽咽了,11岁入行,在舞蹈学校算晚的,谭松韵下腰弯不下去,老是直接上手生掰,直到手上后翻碰到了脚尖,为了下腰,她不知道被掰哭,疼晕了多少次,但舞蹈并不是谭松韵最感兴趣的,她最想做的其实是表演,追女莫过母,这点她妈妈当然也知道,于是母亲偷偷把女儿的资料挂在了峨眉电影制片厂,看看能不能碰运气,让女儿过过拍戏的影。 几年后,罗影厂的陈老师偶然发现了谭松韵那份资料,于是,15岁的谭松韵在好好过日子里,演了一个留学归国的研究生,人生第一次拍戏,四页台词她只觉得太少,这次拍戏,让谭松韵更加坚定了要去学表演的念头,当时,环珠哥哥正红,谭松韵最喜欢的角色就是赵薇,得知赵薇是北影的学姐,她立志也要考上北影,要走偶像,走过的路,为了考上北影,她在成都补习了一年文化课,剧组找她, 演龙套,谭松韵来者不去,逃课也要去,其中模拟考试,她只考了语文,其他全部缺考,成绩零分,父母收到成绩单直接下命令,别演什么戏了,好好考个本地大学才是正事儿,但是梦想已经萌芽,哪有那么轻易改变,于是谭松韵想了个曲线救国的法子,要是考上川大,那就赌川大,要是考不上第二年部习,再考北影,高考结束, 谭松韵离川大,差二十分,爸妈惋惜,她却偷着乐,第二年,谭松韵如愿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,谭松韵的表演之路就从这里正式踏上了征程,但是大学四年,谭松韵几乎没有接到什么戏,毕业后她做了许多配角,但是不管多小的角色,她都来着不去,虽然一直跑龙套,但是谭松韵把这段经历当作是磨练演技的机会,一直没有携带过,机会终于来了, 2011年,谭松韵在群星云集的《甄嬛传》中饰演纯贵人,她可谓是《甄嬛传》里,看起来最武功快的角色了,入宫时才14岁,还是个小女孩,而谭松韵,也确实把14岁小女孩的天真活泼演绎了出来,可惜,善良可爱的纯儿还是被华菲给害死了,纯儿死的时候,相信也有不少观众伤心落泪吧,从那时候起,谭松韵的名字就被大家记住了,后来出演《最好的我们》《浪花一朵朵》《狐狸的夏天》, 旋风少女,谭松韵一路打打杀杀,不断地提升演技,也逐步走到了观众的眼中,被更多的人所熟知,谭松韵小伙了一把,正处于事业上升期,谭松韵却在这个时候被突如其来的打击,击垮,不幸的消息传来,母亲出车祸,去世了。 2018年跨年夜,谭松韵母亲和朋友聚餐结束,在马路边溜弯,三个闺蜜有说有笑时突然飞过来一辆车,把三人撞倒在地,谭松韵妈妈受伤最重,送到医院一直处于昏迷状态,她知道后,整个世界崩塌,经纪人不放心,陪她飞到了重庆,再倒腾十几个小时的车才能够回到虚荣老家,SU病房里,她妈妈没有醒过,二十几天,谭松韵一刻,不离地守在了床边,不停地掉眼泪, 谭松韵在新年里没有了妈妈,临走前一句话也没来得及留,关于妈妈离世的消息并不是谭松韵的本人告诉大家的,而是谭松韵的经纪人在网上发长文申告了这件悲痛的事,因为粉丝们已经二十多天没有看到谭松韵在网上的消息了,为其担心,18年12月31日,谭松韵还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了两张美照,庆祝18年到19年,没想到仅仅是几个小时,噩耗就这样的到来, 逃逸的肇事司机,是谭松韵的小学同学,离奇的剧情比拍戏还要令人唏嘘,官司纠缠了一年多,但手里的工作,是早就签下的合同,一旦毁约,毁掉的是太多人的利益,她并没有被击垮,或许释放不下自己的责任,或许是想明白了,妈妈不愿意看到自己难过,她重新投入工作,正是在自己最难过的时候,她要进组牌以家人之名,巧的是,这部剧中的女主角李尖尖,也是一个失去妈妈的孩子, 李尖尖是个虎妞,整天跟一群男人生活在一起,自己的性格也大大咧咧的,她来立家的时候也毫不避讳,而是当成好消息一样跟大家分享,她有着两个疼她的哥哥,还有两个疼她的爸爸,她是幸福的,但同时也是不幸的,李尖尖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妈妈,她很懂事,只敢偷偷的想妈妈,她爸爸说,妈妈去上海当仙女了,李尖尖就信了这个美好的谎言, 即使她知道妈妈已经死了,但是她依旧坚信了美好,妈妈是去了另外一个世界,过美好的日子去了,李尖尖身上有着一种真能量,她是个非常美好的姑娘,而谭松韵,在这部剧中的演技非常的轻松自然,演起高中生毫无违和感,李尖尖被她演得生动又活泼,受到一众的好评,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场戏, 是李尖尖和哥哥们一起在天台上等着看流星雨,当李尖尖被叫醒的时候,她兴奋的看着流星雨大叫起来,流星爱,我第一次看到流星,妈妈,我在这里看到我了吗?那个场面很温情,但是让人有点泪崩,李尖尖一直都在想着妈妈,念着妈妈,妈妈在她的内心深处,她不曾忘记,她相信妈妈只是去了远方,要不然就是在海上当仙女,要不然就是在天上跟星星待一块,那是她心里最为温暖的地方,是啊, 有哪个孩子不想自己的妈妈呢?谭尖尔虽然都30岁了,言起高中生,丝毫没有违和感,她的演技很有灵气,想必在那一刻,谭尖尔也在想着她的妈妈,因为谭尖尔跟李尖尖一样,他们的妈妈们都去了另外一个世界,也更能感同身受,那是一种怎样的感情? 李尖尖对着流星喊妈妈,那一刻她不是李尖尖,而是谭尖尔,后来谭尖尔参加上网的生活,一众好友相陪,十分热闹,黄磊还为她特意做了四川火锅,喝水, 水煮肉片,希望她能够吃到家乡的菜,可以开开心心的,最后蘑菇玩游戏聊天环节,黄磊问大家的愿望是什么,谭尖尔也翻了一光,说自己想梦见她,下辈子要让妈妈做自己的女儿,一句话引得众人泪目,她其实一直想念妈妈,一直都想有妈妈陪在身边,不是不难过,只是默默承受着痛苦,永远把最好的一面带给观众,想一直把快乐传递给观众, 李佳人之名播出后,好评如潮,谭颂韵甚至因为李尖尖一绝,入围白玉兰最佳女主角可以说,谭颂韵塑造了李尖尖,李尖尖也成就了谭颂韵,不止现代剧,谭颂韵的古装剧也让人印象深刻,由于从小练舞的原因,她引起古装剧来身段优越,十分细情, 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古装剧就是锦颐之下,姑娘天生爱才的六扇门捕快,遇上锦颐为指挥使,陆亭之子陆毅,以下冷酷,以下又酥又撩的陆毅,遇上不懂风情的圆巾下,两人从冤家变成了撒糖无数的小情侣,实在是太甜了,30岁的谭颂韵看起来没有那么成熟,而她也不够性感,但是她的眼神清澈透明,清纯可爱的有形象,给人甜甜的初恋的感觉,在锦颐之下中,与帅气的霸道锦颐, 一位任佳伦在一块搭档更是CP感满满,谭松运火了,她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,那就是永远不被定义,年龄和长相对于一个女演员来说确实非常重要,但并不是他们的唯一和全部,对于努力且用心的演员来说,年龄会被打上他们的作品的烙印,成为他们演技不断进步和成熟的标志,长相也并不是决定系录的唯一因素,对于演员来说,只有演技才是最重要的,其实,从观众和演员 演员的角度看也是一样,演戏本来就是演员的工作,而演技是演员的修养,他们的职责就是将角色演好,将观众带入到剧情中,去感受剧中人物所经历的酸甜苦辣,作为观众,我们更要把演技放得广一点,不在心中定义演员的戏录,而是靠演技,被圈粉,去支持真正的老戏骨,大家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? 好了,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